- 《吃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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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位又回到了《吃辣》系列了 - 但是呢,今次的《吃辣》系列 - 終於有名字了 - 哈哈哈 - 《吃辣》系列的名字呢 - 由這位網友提出的名字 - 獲得票選第一,叫做 - 辣哥蘇生 好 我觉得呢 我们来 一次就是开头要讲的话 3 2 1 go 欢迎来到辣哥书生 耶 因为今天的辣哥书生呢 已经来到了国际化 我们现在人呢就在泰国 然后今天呢在泰国呢 我就看到了 好多很好吃的辣食物 但是呢 没有一间餐馆是可以做 那种专门特辣的食物 有一天我在7-11的时候我就吃了一个零食 这超级无敌辣的那种 我想说 7-11的零食都这么辣 那我就来开箱 7-11的 辣辣的零食们 你看 红黑色的组合包装 就是感觉非常非常辣 看到这个系列呢 我要向各位 有请我们的 不要吵 然后以后我 不要不要cue我的节目留存可以吗 我这频道呢 在纳克书生的第二集 我就请到了 非常重量级的人物 有请我们 马兰西亚 最新一位百万YouTuber Mr.ChachangYu 诶等一下我等不美 你要坐这里 耶 坐这里比较漂亮 对我们先开箱他今天的宵夜 因为他的宵夜是在7-11买的 然后呢 他的宵夜是我们觉得 在7-11很好吃的一个辣食物 不是我们觉得 是只有我觉得 你懂为什么吗 那为什么 因为我每一碗都在吃他 你们没有每一碗都在吃 没有 他吃的时间 就只有我有值得讲很好吃 不是他吃的时间是宵夜 我又不吃宵夜 哦跟各位讲 现在是凌晨的马来西亚时间1点半 我现在在吃这些东西 因为你有时间拍这影片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很罪饿 各位帮我影片刷个十遍可以吗 然后呢这个哦 真的是超级无敌好吃的 在打包鸡里面还应该算辣了 你今天叫鸡哦 哦 对啊我叫鸡 这次 这个的话好像不太对了 你看这个 一定要认得 哎呦 这 这个包装 哎呦 好啦就这样啦 这真的是超级无敌好吃的 来 我很久没有吃了 而且我不会在宵夜的时候吃 任何有关饭类 或者肉类的食物 这不是我宵夜的吗 这不是我宵夜的吗 就是让我介绍了没有 这个喇叭鸡真的是一也即棒 吃的 这次好像 嗯 我还笨 什么 为什么你眼都不辣了 可是是因为你进步哦 诶 诶 诶 拉面 哪啊 Oh my god 我 我们先先找一下我找到两款拉面 但是感觉像 等一下 不是感觉啊 韩国拉面好不好 啊不是啊 啊不是韩国拉面 迷信的 迷信的 但是是泰国字咧 有泰国字 有韩文字哦 又有韩文字有泰国字 它这边写一个G哦 然后呢 它有另外一个泡面呢 看到的时候超厉害的 它写 特辣 然后说你没有特辣 我就要骂你了 看到吗 哈喽 OK 特辣 就是这么特辣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不是真的特辣 我先拿来泡泡先 下一个呢 我们来吃 我已经吃过了的 然后我觉得 这个 Bento的这个鱿鱼片 之前我吃的呢 是那种红色包装 我觉得那个红色包装已经很辣 因为那些红色包装已经太多人知道了 但是 我之前吃到这个 它是特别著名是有辣椒 然后又有鱿鱼 哦对 这是选的零食包装全部 都是有辣椒我才拿的 没有辣椒我是没有拿 我们来试这个 这真的是 我吃每一次 每一次我都觉得非常辣 真的是辣到很可怕 哦 它的辣是先 你一吃进去哦 它会先冲去你的鼻头 对 真的很好吃 看到会不会冲我的鼻头 可以正经一点嘛 OK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大家 一定要 一定要拿 然后还有一个 我一看到超级无敌厉害的 它是黑色包装的 看 然后它这边当纯的只有辣椒而已 可是这个我不懂 而且它这边有写extreme spicy哦 我来试试看它是不是真的有extreme spicy 夸夸的 我来试试看 它好像比上一个还要不辣耶 可是我觉得 如果两个相比较之下 我觉得这个比较辣 然后这个也比较好吃 是不是 这比较辣 你看哦 它这个包装看起来比这个还辣 好 然后我再看了一个下一个的 它是这个包装 它有两个 感觉都是非常辣 这也是鱿鱼片吧 这也是鱿鱼片吧 我看不懂泰文啊 一个包装呢 是只有一个火吧 然后另外一个呢 有标注三个火这么多 看到吗 我们先来试试看一条火的 哇 这个鱿鱼偏真哦 给我先给我先 它不是那种 像bento那种 比较像夹夹夹这样 哇很辣耶 什么 它放一个辣椒一个火啊 嗯 一点辣味也没有耶 你看我们的舌头坏掉了 没有没有 没有辣完全辣 真 这个要给baby吃都可以 我们来试试看三个火的辣 歪歪歪歪 哇 歪歪 诶 现在完全不辣 蛤 什么牌的 哇好失望哦 怎么可以这样子 我好难过 这个感觉有点像什么 我去买烧鸡饭啊 给我看一下饭 你的形容很棒哦 好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 我裤子漂亮吗 这个是鱿鱼条的 它也是放了非常辣 然后又喷很多火这样子 可以让我的影片有一点 彩色 对吗 我因为吃的太无聊了 太可恶了 就是好吃的啦 就是 对 这算不错好吃的 但是我觉得 一点辣都没有 嗯 它像是 bento初期的 那个红色包装的那个 然后变成 鱿鱼条 这样子的感觉 吃好吃的但是 就 那样 然后呢 下一个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紫菜 这紫菜呢 也是说 spicy flavor 感觉 很不错 其他的真的很无聊耶 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紫菜 这个紫菜呢 它是有辣 然后又有点酸 酸辣的 对 打它一下 什么 我们刚才上映的那个 什么 有点小 吃多还是辣的 真的 我跟菜多 小辣小辣 那个紫菜呢 也是好吃的啦 算 还可以 哦 对 它一个是bento的 这是薯片 然后它还是 sweet and spicy 这样 哇 真的好好吃哦 哇 但它也是不是辣的 哇 真的好好吃哦 它不是 那种 有辣味的感觉 它就是 好吃的东西 嗯 下一个是 这是什么 这是rice cracker 感觉上 是什么呢 脆年糕 脆年糕 它长这样的 特别啊 这个零食 哦它前面还有 那个 鸡食 下一位 嗯 太不爽了 嗯 这个很难吃 OK 这个就是呢 刚刚那个特辣的 特辣哦 它不是讲辣 它是讲特辣 所以呢 它没有特辣呢 我就要生气咯 哇 好久没在这时候吃 快熟绵了 OK 不懂为什么这个相机 一直focus on YouTube 是我的错 我没有摆完 你把你的包装名字特辣摆下来好不好 就是让人又生气不要 这个系列给换名字 有没有辣的是真的 对吗 有什么 硬堆抢伤 就是都要骂他一样 等一下 这个应该很厉害哦 很厉害教给我之前 快点啦 哎哟 哎哟 这个哦 这个哦 很甜哦 甜甜甜面哦 哎 妈妈我这系列做不下去了 妈妈这系列 要做不下去 要倒闭哦 是不是啊 哎哟 好咸哦 但是仲贤人士呢 还是可以吃第二口的 这个还是蛮好吃的 我今天晚宜会喜欢 我们现在要进行我们的薯片类啊 好不好 我们来看看哦 情报的偶像拿出来好不好 哦 对这个我觉得 蛤 它是鸡腿 它应该是 我觉得它是薯片耶 你没有觉得我的辐射箱 可以用啊 我 很可爱 它就是鸡腿形状的 感觉像是什么 那种妈咪 妈咪饼的感觉 他像 哎哟 这个影片失败了 一走入国际就走入失败之路 我觉得我吃的那个 打炮鸡啊 打炮猪的便当啊 对啊 对啊 下一位是 这叫什么 辣鱼朋友 辣烤鱼朋友 它这边是这样的辣烤鱼 我猜这个应该是不搭的 因为它包装就散散 哎这是好吃的薯片 有没有哦 来 它虽然不辣 它还好够哦 它有一点酸酸 这样的感觉 我现在已经吃不到辣了 哦我懂的是有什么味道啊 什么 它就是那个 泰国辣椒酱的味道 泰鸡汁 好又是不辣的一个 我们来看看这个好不好 这个感觉很厉害耶 啊哈 它又跟我放了哦 它放 Extreme spicy Korean 这个包装 Extreme spicy Korean 我们来看看 它像是 条状式的 哦 它有sauce耶 what 好了 它该不有写吗 还要shake 是吗 身为一个YouTuber 应该显示一下 它该没看到 有没有 你不要言 你摆完YouTuber 你就可以乱 你怎么骂我 没有啊 我骂你们 他妈会把他掉上去 这是为什么你们 在买1的原因啊 哈哈 烦射 哇 好 哇 这也是甜的咧 其实我觉得全部零食都好吃 只是哦 不像他们包装讲的 有什么spicy啊 super spicy啊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吃耶 下一位 这个跟Sancher Tims啊 它的那个倒反的 哦 点名细的 哇老喂 你是YouTuber吗 还有我教你 有公共有做的吗 哈哈哈 这个是类粗的话 它的大品牌 我们就好好讲话 应该是蛮好吃的啦 它薯片应该都插放来去啦 只是有没有到那个辣度哦 嗯 好像蛮不错的耶 啊很有辣 为什么堂堂在谁里面卖的东西 可以吸一遍大洞 哦 这个来了 ghost paper 这个厉害 你keep 我才 你知道吗 是 有没有在外铺啊 哎 如果我造假就会铺哦 我就200万了 这个炒 多一次 哦 ghost ghost你害我 先焦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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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焦焦焦焦焦 这个是有吧 ghost paper 哇 它的粉 它没有 我懂我懂 辣 它没有那么辣 但是它有鬼焦的味道 对 它就只是有鬼焦味道吧 但它还是有辣的 我觉得比前面的厨片来说 真的吗 它是有辣的 然后它也是算是好吃的辣椒 嗯 这个味道蛮特别的 它就是 actually 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鬼焦的辣 你就可以try这个 你就会尝试一下鬼焦是什么辣的味 这蛮特别的 辣的味道 因为不是每个薯片可以抓这个味道 只我们在吹 哈哈哈 哈哈哈 接下来呢是我们 在台湾 最后一位朋友 你在台湾 你怎么每次是破我的梗 你在发现它 是 很生气 就是呢 这个是我们在台湾很爱吃的一个日本牌子 叫卡拉姆酒 卡拉姆酒 在我们台湾海在吃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 蛮辣了 但是 它这包装写strong哦 就是它还是比那个最辣的还要更辣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 没有什么不一样 没有味道欸 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东方 还有辣一点啊 有辣 但是后面吃到是会有一点 舌尖上的一点痛感 但是它不是特别特别特别的辣 但是 我觉得 算是很好吃欸 OK 现在目前呢 我觉得第一名还是它 是一个 会让我 吃到现在 还是会一直 还会这样子 其实我刚才试口 好酱辣 哇 我倒是我觉得整个 我今天舌头是 辣的 痛辣 但是 很好吃 好吧 今天呢 好像也没有什么surprise 因为 这个是我之前就吃过啊 如果我现在吃到它的话 我已经觉得 哇 很amazing 各位呢 如果还有在泰国 有发现什么特别辣 是我不知道的 因为我其实 也在上网找很多 很辣的食物 但是真的收不到什么 可是你们有一些 私藏的口袋名单 是什么样喔 可以在底下分享给我 我下次来泰国的时候 还是会去吃喔 啊 啊 接着 饮食开箱 就在这里了 有这么辣吗 好像好辣 整个辣好像舌头欸 真的好辣 如果你们还有吃到什么辣的 一定要在底下留言给我 今天影片到这里 拜 哇 舌头很痛欸 我这个 要够快 差不多快四分之一喔 这个够快四分之一喔 牛奶也还减 缓解不了你的辣 真的很痛喔 好喝 好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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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辣